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一,做真正感兴趣的事,你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,因此你一定要感兴趣才行,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就得不到成功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二,不再不可行的观念上打转,一发现某种方法行不通,立即把它放弃,世界上有无数的方法,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可行的方法上是无可弥补的损失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三,预期想着发大财,不如想想如何改进你的事业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四,失败是难念的,也是有价值的,从失败中你会学到正确的方法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五,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的东西,绝对不多花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六,想到就去了解,然后行动,请教别人的经验没有太大意义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七,自己当老板,为了别人打工,你绝不会变成巨富。 老板一心一意的缩减开支,他的目标不是使他的支援变成有钱人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八,下定决心的事情就不放弃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九,最好的生意是了解百分之二十的有钱人想要什么,他们会是最好的顾客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,跟同好的朋友为之六亿,他们可能对你很有帮助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一,商战就是信息战,一条信息一样可以价值百万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二,赚钱并不难,关键是如何低假入,高价出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三,任何地方,关系都很重要,一个关系,一个人,一个人。 那信息就可以改变一生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四,百分之八十的财富,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中,那投资的时机必然是与百分之八十的人刚好相反。 股市是最好的体现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五,不放过任何一分钱的利润,你会发现它可以积少成多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六,找出一种需要,然后满足它,社会越变越复杂,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,最先发现这些需求而且满足他们的人,会最先成为富翁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七,学习艺术和古董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八,尽量赋予人合伙,商店里合作有时候意味着背叛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十九,好好维持你的健康和你的平静心灵。 金钱滚滚来的潜规则之二十,花钱花在刀刃上,一千万都可以,但是也不浪费一分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